预约下午三点半 新北市医员周二林提早几分钟从服务处出发 要到一旁汐止区公所的疫苗接种站打疫苗 排队等着量体温填写资料 接着挂号医生问诊 高端疫苗开打第一天 新北市医员周二林早早的预约 还号召了亲朋好友 并且带着服务处助理一起来打力挺国产疫苗 那我在今天下午三点半 就如时的如期的来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疫苗接种 那今天早上一大早亚林也很热血的 跑了一些行程之后在11点多也去捐了一个血 那今天亚林也带了我的助理跟我的亲朋好友 因为我们都同一个时间预约 那也选择在汐止区公所这个地方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疫苗接种 不只自己来还揪团来挺高端疫苗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AZ莫德纳陆续开打以来 新北市医员周亚林一直在等 把自己的手臂留给国产疫苗 所以真的等到施打这一天 他真的很开心 接着从卷起袖子到护士下针 周亚林说才刚准备深呼吸就已经打完了 完全不会痛 而当天汐止区公所的疫苗接种站预约 几乎额满不少年轻人都来施打高端疫苗 有疫苗就打配合政府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选择的 就轮到我登记就选择高端 然后离家里最近最方便的地方 其实一开始从AZ莫德纳到后续的一些疫苗 其实亚林那时候就一直想说 有国产疫苗在研发 我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留给我们国产疫苗 因为相信国产疫苗未来如果可以顺利更为发展的情况之下 这是国人之福 那打完针的那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不知道已经下完针 而且已经把那个所有的疫苗都注射进去了 让亚林感受到说真的疫苗有的话 邀请这些民众还没有打完疫苗的朋友们 赶快上网去登记 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别人 疫情爆发以来缺血严重 当天早上先去捐了血之后 接着再到公所接种挺国产疫苗 议员周亚林也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 如果有疫苗就赶紧上网登记预约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一起防疫 这层慧林 西子 蔡宝宝的